今天要播出的這個劇的劇名叫做《摩納路》 請各位欣賞 佛堂,各位專者,各位嘉賓,各位親友 大家喝杯果汁,不要客氣 多謝王爺賞 佛堂,請喝杯果汁 不要客氣,已經夠了 佛堂,今天得到你光臨,接受供養 我覺得很榮幸 趁大家聚集在這裡,佛堂為大家說法,好嗎? 好 佛堂說法,請各位過來 請坐 請坐 王爺,你也坐 好 醫生,請坐 請坐 各位,今天在這個城會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關於衛生之道 一個人的生命是很珍貴 應該保衛他 生命是有兩部分 一部分 一部分是肉體 另一部分是心靈 肉體和心靈都要保護 肉體要健康清潔 心靈也要健康清潔 佛堂 佛堂,這樣要怎樣才得到健康清潔呢? 啊,王爺問得很好 對於個人生活,要多點留意 身體,飲食,衣服,居住環境都要清潔 這樣才會健康的 嗯,佛堂 心靈又要怎樣維生 才得到健康呢? 啊,心靈同樣需要維生 思想要清淨 有善念 盡可能保持善意、清淨 在行為上要檢點 這樣就要守戒律 透過禪定、般若 心靈會清潔、解脫煩惱 佛堂,心靈衛生 原來也是這樣做法的 是,如果行狗持續去做 一定會有效的 佛堂 人如果有病,要怎樣呢? 有病是需要看醫生的 啊,醫生是很重要的行業 是,我是眾生心靈的醫生 不過我所開的藥方 是要看他們有沒有服用 佛堂,我介紹你相識 這裡有一位醫生叫做摩納盧 很有學識的 佛堂,我就是摩納盧 你好嗎? 我很好 摩納盧 你是醫生 是很高貴的行業 你要好好珍惜 啊,佛堂 我做醫生 十分疲勞啊 我越來越沒興趣 好討厭病人 摩納盧 那你就要注意,要震撞了 行醫是一份好事業 百福田中,互併第一 佛堂,多謝你鼓勵 摩納盧醫生,你忍耐一下 大家都需要醫生的 喏,上次我頭痛,全靠你醫好我 你的醫術的確高明 摩納盧醫生 既然你醫術高明 最好就配合了慈心 人心人術,仇勢康問 一個有醫德的人,複雜面長的 佛堂,我會記住你的說話 不過不知為什麼 我時時都發脾氣 很暴躁,很討厭人麻煩我的 病人時時都被我趕走 我自己都覺得自己沒有了 醫生,不是啊 上次你醫我,都很有禮貌 好細心,真是望文文切都做齊 並沒有疏忽大意,也都不肯逞 好,皇爺,我也不是每次都是這樣的 好,時候都不早了,我有點事我要先走 你有事,你先走 佛堂,皇爺,告辭,再見 好,再見 真是被悶了 佛堂說他自己又是醫生 好,我就是醫生,要怎麼聽他說呢 醫生,佛堂是國者,他不是普通的醫生 佛堂,國者,我最討厭人家說話 喂,你不是北休 是啊,我就北休了,我光顧過你的 什麼,光顧我,找我看病,你麻煩我 是,醫生,我給你錢,你有生意做,還要怪我 哀,你也傻,下次你病,我一定能開劑給你吃 看你還敢不敢這麼吵架 喂,米區,我不會病的,病都不找你了,走不走 開車 開車 喀,喀,喀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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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 哪裏有好醫生 醫生?有就有的 不過你受不受氣 看醫生要受氣嗎? 這個醫生很奇怪 醫術很高明 但是人的脾氣不敢另教 醫術好就行了 他脾氣怎麼受不理他 又不是跟他做人勢 那你就去吧 在全面鑽彎 那間藥材店就是了 喂 喂 北佑 你陪我去吧 別搞了 陪你去 認真不要客氣 我先走了 都不知道幹什麼 陪我吧 好了 好吧 怎麼這麼多人 那不就等了 喂 拉麵黎的那個先 拉麵黎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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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叫我 是啊 別看就走快兩步 快點 來吧 來吧 醫生 麻煩你了 說這麼多話幹什麼 看什麼 看什麼 你都聽到了 好結咳 喉嚨又痛 咳咳咳 醫生 什麼病 我那個病緊不緊要 咳咳咳 醫生 我那個病沒什麼大礙 有什麼辦法不喉嚨痛 講這麼多話 去執藥 好了 好了 現在休息 不看病了 看完了 這樣 拉麵黎的那個 都執藥 我都沒看 我最討人家說話的 如果再吵 明天我又不看症 唉呀 那走吧 明天才來過 是啊 我也走了 駱叔 是不是 我都說這個醫生很怪的 是啊 真的有幾特別的 不過我幸好啊 我最生氣的 反而先看症 連藥都收拾了 那些人就慘了 唉 阿北佑 啊 反正這麼巧 來我家坐下 啊 好了 反正我沒空 好了 對了 駱叔啊 兒子乖不快 好脆子 都挺脆子 不過這兩天呢 他就不開胃 又不肯吃奶 啊 整晚哭 都不知做什麼 那有沒有發燒啊 小小啦 小小燒那樣啦 小小燒那樣啦 小老哥就肯有的了 不要緊的 唉呀 駱叔 要理一下才行的 唉呀 回去看看兒子今天怎麼樣啦 唉呀 我們兩夫妻 晚年才得到這兒子 真是當他是寶貝的 唉呀 那當然啦 阿仔肥肥白白 眼睛碌碌的 真是好多人喜歡的 唉呀 我現在也要探一下他才行 阿仔呢 是他母親的心肝定 如珠如寶的 啊 駱叔 到了 是啊 是啊 門開了 開了 啊 兒子 不要哭啊 怎麼了 兒子又哭啊 唉呀 你回來就好了 我等著你 什麼 兒子發燒啊 好興啊 發燒好興啊 讓我看看 讓我看看 唉呀 好辣手啊 啊 北優啊 你摸一下看看 是吧 北優哥 你來了嗎 是啊 樂叔 讓我來看看 嘩 真的好興啊 怎樣啊 兒子的頭辣手的 現在怎樣啊 現在怎樣啊 有什麼樣子 快點找醫生把脈吧 洛叔啊 那找哪個醫生好啊 不如找回摩納爐吧 他醫術挺高明的 洛叔 不要啦 摩納爐沒有醫德的 唉呀 剛才你也看見啦 他只是怕人家被麻煩他 那樣就討厭病人 沒有心機看症 不如這樣啦 找個第二個醫生 這樣啊 快點啦 究竟誰呢 救命啊 現在 誰呀 洛叔啊 東城又有個老醫生 醫術挺好的 醫德又好 不如找他 去啊 好啊好啊 那找他啦 去啊去啊 看著 東城是很遠的 天時又這麼熱 抱著兒子走 用什麼焗傷的 病上加病就很危險的了 那怎樣啊 算我說呢 都是請摩納爐看啦 今次我親眼見到他 很多人等著他看症的 那當然有本事了嘛 才會這麼多人給他看啊 啊 而且呢 他又踩左近而已嘛 啊 啊 這樣也對的啊 他是有料 不過脾氣是怪一點的 哎呀 朋友 是這樣的啦 有本事的人 就是沙塵一點的啦 有他啦 就忍一下他咯 哎呀 沒有相關啊 禮下於人 必有所求 但得兒子好 我濕頂扣頭也滾了 去啦 好啦好啦 等我抱兒子啦 是啊 等我拿完那些料片 三仔呀 父仔先 啊 駱嬸啊 我幫你拿啦 好近的而已 一會兒就到了 走吧 哎呀 哎呀 糟了糟了 關了門了 怎麼辦呢 唉 他都說休息的啦 不看症啊 拍門啦 救命啊 哎呀 那個醫生的味道很特別的啊 哎呀 說知道他會打人罵人呢 醫生當然是醫人的嘛 這麼早就休息了 不近人情的 拍門呢 等我拍 開門呀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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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你開門啦 怎麼沒有人應門呢 大力點拍 開門 拜託你開門 拜託你開門 大力點拍 拍不愧啊 拍不愧啊 醫生呀 我兒子 你兒子病是吧 啊 醫生 你別安悔咁吧 喔 我仔發高消啊 許 lige啦 請進我的位置 你請進我的位置 請進店 lengths 許厉害 Aqua 啊 對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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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肚鬼, 幫我們看, 來啦, 來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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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 真是麻煩你, 醫生, 幫我看, 又是你, 不是我, 是我兒子, 他發燒, 不用說話了, 給他吃, 醫生, 就這樣就開了藥, 那你不用看他了, 別這麼多東西, 發燒吃這種藥就行了, 吃過再看都沒遲 醫生, 她只是弟弟哥 你細心一點再診脈, 好不好? 真的, 你特別多事 我看證多過你吃飯 現在這些季節, 發親燒都是多數這種病 這麼多幹什麼? 藥, 拿著他拿回去 好, 讓我餵他 兒子, 兒子, 你喝吧 阿七, 收錢 來, 來, 來 醫生, 就這樣 又是你? 你們這些人不要暈急, 快走 好, 好, 走 走了, 走了, 走了 我們回去再說 這麼曬, 不如在樹底下休息一下 我很累 就這樣就算了 吃了那些刀藥, 收了人錢, 什麼都不理 或者這種病, 是要這樣醫的 沒計 但求兒子有藥吃, 那我就放心 乖, 別哭了 乖, 別哭了 兒子幹什麼, 點點一下 他抽筋 他抽筋 抽筋 等我好 抽筋 糟了, 糟了, 抽筋 兒子 兒子 眼睛都藍了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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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聲 是不是暈了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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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回到醫生那裡 好了好了, 回頭了 醫生, 醫生開門了 醫生, 開門了 幹什麼? 我兒子抽筋現在全身凍了 全身凍了? 抽筋? 關我什麼事?你們不要搞我 醫生, 麻煩你看一下他 我只有一個兒子 他真好笑, 你只有一個兒子 關我什麼事? 將來叫我沉默, 我不敢看 醫生, 你看看我的兒子 好了好了, 別吵 真的, 讓我摸一下 喂, 冷了 我的眼睛 怎樣? 這些人都傻傻的 沒事? 現在都死了, 我不看死人 死了? 不是怎樣? 關你不要讓他走 我兒子來過你的兒子 有吃過你的藥 你這樣就叫我們走 你想勒索我? 不是勒索 那你也要看他 是呀, 我是醫生 我一看就知道他已經死了 還有什麼好看? 兒子呀, 兒子 我們要去王爺投訴他 我們要去王爺投訴他 也要告他 兒子呀 各位事主, 怎麼哭哭啼啼? 醫生在這裡嗎? 尊者, 幹什麼? 今早上, 佛陀和大王聊天 說起醫生來 佛陀說, 想幫你講講醫藥 所以佛陀打發我來請你去一下 好的, 尊者 那我和你去 我都去呀, 我都去 我要投訴 我要投訴 去 佛陀, 我們已經聽過他們幫人的投訴 這件事, 佛陀認為怎麼處理呢? 糟糕 摩納羅的醫術好就好了 但是醫得就不好 他有人術而沒有人心 是沒有用的 佛陀, 請你教化他 好 摩納羅, 你對醫治洛叔的兒子 有什麼意見? 佛陀, 我現在都有點後悔 我是輕率一點 但是現在都遲了 草間人命是很大罪過 對一件工作負責 盡力去做好它 自己得福, 人家有益 這樣才是功德無量 如果像你這樣, 太過隨便 恐怕你的惡恩積罪 將來惡果出現 到時你就悔恨辭了 現在都來不及補救了 你發心改過了 還有很多機會醫好人的 大王, 我的兒子 關於法令和人情 王爺會有判決的 你過去那邊 過來 是, 王爺